中共的目的 毛泽东的目的是什么 一定很有趣 毛泽东的目的 其实是在测试美国的反应 就是说美国会不会 真心真意的防卫台湾 包括金门跟马祖 结果战火 这个战争打下来的结果 证明美国会 我们国军的战士会比较强调 就是美军有运来的 12门8寸炮 所以在前线 因为12门8寸炮 就是比较大的火炮 被压制了 就是说中国方面的炮兵的阵地 包括它的厦门火车站 通往被轰烂了就对了 可是中国方面的战士 他注意的是什么 他注意的是 美国提供给台湾 犀牛式地对地的防空飞弹 以及响尾蛇空对空的防空飞弹 什么意思 他们更重视的是 美国跟台湾的军事连结 最有趣的部分来了 到10月份的时候 这个毛泽东看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已经知道美国的态度了 所以他宣布什么单打 双不打 然后停战一周 给你们国军运名 然后就发了一封这个 告台湾同胞书 毛泽东写的 用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 披头第一句就告诉你 这是要惩罚你们台湾 这是第一句话 后面中间就讲了一大堆 简单的说 美国人是会放弃你们的 会抛弃你们的 美国人迟早要走的 美国人早走比晚走的 代价付得比较小 最后一段话 我们赶快来签和平协定 两岸双方要签个和平协定 当时老蒋总统 给他的回复 也是公开信 非常的简单 就是毛泽东写的一大堆 那老蒋总统就写了 简短几句话 简单的说 这是中共一贯的阴谋 无需理会不谈 就是不跟他谈和平协定就对了 好 时间回到今天 我觉得场景和其的相似 只不过今天 炮弹变成了银弹 金门马祖变成了邦交国而已 不就是这么回事 近期锁定新台湾加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